8月1日晚,创意城市2012伦敦美术大展开幕式庆典晚会及中国之夜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上演 中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钢琴家朗朗,魔术师刘谦,西班牙乐队Soy,时尚设计师劳伦斯等中外明星汇聚一堂 刘谦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透露,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二次来伦敦参加奥运会了 魔术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入奥运 但是其实在魔术界也有所谓的魔术界的奥运 它就是每三年是在欧洲各国之外叫飞什么的世界魔术大赛 对魔术师来说它就跟奥运是一模一样的 也有分金牌同白银牌,那有分很多小的 那魔术界这个飞什么的,今年就是在英国举行 这个月月初刚好结束,所以这个月月初也去一趟英国 所以等于对我来说是今年七月去了两趟不同的奥运 刘谦表示,这次伦敦之行主要是为了为选手们加油 并能亲身体验奥运现场的感觉 因为小时候曾经练习过当杠的缘故 他对体育运动,尤其是体操非常热爱 刘谦介绍说,自己经常到海外给华人华侨演出 伦敦已经是第四次来,希望通过奥运这种新手相连的精神 把华人的心都连结在一起